字幕提供 哈嘍大家好 我是鬼鬼 這次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素環徵的隊伍 這隊呢 機士倒是蠻適合的 然後水屋 另外兩隻呢 倒是隨便找一下 搭配一下 這邊新豬 還有兼具50%的水斧性效果喔 我們來玩玩看,這一隊基本上是16倍的倍率 這一隊的關鍵在於追打 對,我們的素環針可以追打很多下 最多是三下 它的敘述是說削三種類的符石 然後它有攻擊到的話 像我們這樣子就有 咻咻咻 你可以聽聲音就知道素環針砍了三下 每個人都可以砍三下,素環針超猛 而且它三下呢是 呃,一下是一倍的倍率 第二下是呃,三倍的倍率 然後還有一個是1.5倍的倍率 對,非常的痛 對,然後這邊呢 如果你有消到新珠的話 它就是會砍1.5倍的倍率 那你如果消三屬,然後又有攻擊的話 就是三倍的倍率 這邊聽起來可以有點小複雜 不過我們用舉例來說呢 你只要消到新珠 木珠 火珠 這樣有三,這樣就算三種種類 對,那因為你有消到新珠 所以有1.5倍的增傷 有1.5倍的追打 那你又消了三種符石 所以你有三倍的追打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如果你只消到新珠跟木珠 這樣子 那這樣子還是有1.5倍的追打 對,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如果你消到三屬 就是有3倍 好,那這邊一定要消到新珠 才有那個1.5倍的追打 我們只消了水珠 火珠、木珠 一樣是三屬 那這邊的追打就是 3倍的追打 但是1.5倍的那個追打 就沒有了 大概是這樣的差別 總之就是多消一點就對了 然後偶爾消個新珠 這樣就多追打一下 好 這邊就 輕輕鬆鬆的砍一砍 好,強化珠 先來準備一下 好,這邊先準備新的強化珠 因為我們新珠兼具水珠 50% 所以可以 還是可以用 好 我們先存一下好了 這CD還沒好 前面打太快了 OK 6CD了 好 這邊就邊消強化珠 然後再邊做一個水的強化珠 OK 就這樣,欸 好 兩組 兩組攻擊珠 三組 加上傷害呢 大概30萬 數還真真是30萬 其實還要乘以好多倍 因為他還有追打喔 雖然看起來 全隊平均打了30萬左右 但是因為數還真 一個人其實可以抵 5.5個人 5個人半 對 非常的可怕 因為一個 一倍的攻擊嘛 然後再一個是1.5倍的周攻擊 再一個是3倍的攻擊 所以算一算 一個人可以抵 5個半的人 5個人半 超級可怕 兩個數還真就是11人欸 好,閃電11人 數還真 那11人再加上4個人 所以他15個人 好,所以這隊 可以造成15個人的傷害 所以這跟其他隊友比起來 他就算是內建 內建多少 三,兩倍多 兩倍五 2.5倍的增傷 有這個追打的話 基本上常駐2.5倍增傷 很可怕 而且我們這邊還沒有開水屋喔 我們等一下再開好了 這邊呢是自殘 他還蠻好心的 會先幫你加2倍的攻擊力 水屬性限定 所以這關我們就用水屬性來打比較輕鬆 好 等他自殘掉 那我們稍微綠個珠 然後 最後的王冠是水豬盾 好,這邊要消45顆水豬 他的樣子其實還蠻像 還蠻像素還真的欸 這是雙周副本 好,這邊準備 而且很多水豬沒有問題 再 欸 開一下這個 然後追打 然後水屋 然後 欸,順還真開一下好了 天問三世 好 當初我也是怎麼聽都聽不出來 他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這邊水豬不夠 那我們要加一點水豬 不然沒辦法再加造成傷害 一定要消到15顆以上 好 可是順還真的語音真的是 聽不太懂 尤其是 呃,真的不知道他原本到底是念什麼的情況下 好,如果知道是招式的話 倒是勉強的聽得出來喔 天問三世 快很快喔 來來來 這一對 剛好水豬的這個龍節還不錯用 六萬多,OK 我們第一下三 兩千萬 兩千萬在1.5倍 三千萬 然後再乘以三倍 將近七千萬 術還真一個人就打了一億 再加上後面的追打 後面的追追追追追沒了 再追打三下 追追追追追追 我們這一波到底打了幾下呢 大家有算出來嗎 說完真的是不是打了六下 好可怕喔 加上機師的追打 天啊,我們剛剛是不是打了超過二三十下 那這一隊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我們來看一下他有沒有什麼好成員 因為這一隊呢 沒有主隊限制 所以呢 選擇上非常的多 那 這邊其實可以配一下這個 鯊魚 因為鯊魚如果潛生解放之後呢 這個三倍 是可以跟水屬性的成員共享的 所以兩回三倍 然後我們的術還真又是主力 所以這三倍下去呢 對整體的 這個對我來說其實是蠻高的倍率 這隻還蠻合適的啦 順便那個解放一下 那另外的話 一樣茉莉主角還是很實用 很萬用 一樣可以帶一下 那另外還有什麼好選擇呢 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埃及神嗎 埃及神乍板 4也不錯啦 可以濾出水珠 也可以帶也可以帶 那還有 小雪 小雪因為我們這邊人類有 小雪然後 兩個束環針嘛 然後加水屋 四個人類 所以能轉出蠻多的水珠 而且是水強化珠 也可以啦 缺水珠 可以帶可以帶 還有什麼呢 這個 喔這隻水圓龍 倒是 也可以帶 因為它可以轉出水珠跟新珠 兩屬都是攻擊珠 然後可以破防用 好啦都是功能卡 一樣看光卡來帶 關羽的話呢 最後版面上會變成水火木 如果要解三屬盾的話 倒是可以帶 不然就還好 阿羅哈 還好 無所盾 也還好 不一定需要 這個 莫德雷德 這個增傷 兩回合 可以2.25倍增傷 欸這隻 好像還蠻合適的 因為我們這隊 基本上會帶水屋啦 所以這個增傷下去 是沒有副作用 2.25倍 蠻高的增傷 而且是兩回合 而且是全隊 這個比起鯊魚的話 好像這個會比較好耶 因為這兩個束環針都有吃到 那剎尾的話 只有一個束環針 好 這隻也是蠻好的增傷 可以考慮一下 難得是實用的一個地獄卡 另外的話 那個炫莫之光 一樣也是功能卡 不然就是這一次的 吉武王 欸還好 有機率爆擊 這好像 放莫德雷德比較實在 那這個CF的角龍呢 光珠轉水珠 然後兩回合再減傷 欸倒是也是功能卡 也是功能卡 那另外 加拉哈德 這個也是增傷 也是兩回合最高2.5倍 可這個倍率 我們這邊其實只有4個人類 所以算起來只有2.1倍的增傷 比莫德雷德還低 那雖然沒有副作用 但是我們 搭配水汙就也是沒有副作用 莫德雷德好像比較實際耶 那還有什麼可以帶呢 8倍前名 還好 那 欸菲爾卡 菲爾卡應該不錯 因為他回復力很高 拉一下回復力 然後又持續增傷 所以水屬性呢 我現在目前的角色全部差不多這些 選擇上真的很多 但是好像沒有選到一個 真的真的 很適合這一隊的 這一隊其實好像也不太缺耶 成員好像沒差多少 等於是增傷 莫德雷德我覺得可以帶 另外就是機勢還蠻合適的 然後水屋 差不多 這兩張 機勢水屋應該是必備啦 那其他兩張真的是看關卡去搭配了 沒有一個什麼特別好的一個選擇 雪女 雪女之後 缺星珠 嗯 星珠盾也許可以帶一下 不過星珠盾現在用炫木之光可以完美的解掉 所以呢 好像也還好 那 不曉得大家還沒有什麼比較推薦的成員呢 雖然這隊真的是不太缺成員 很好組隊 畢竟那個夜小菜那一隊呢 選擇上多了非常多非常豐富 好啦 我們現在就趁著鯊魚潛能解放 我可能會帶一下 那這邊鯊魚旁邊的 喔 放機勢好了 機勢攻擊2000 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 把換個位置 閻錫換個位置 好 加上它會比較高 OK 其實 也差不多啦 我們的主力還是束環針啦 這一隊真的很痛 好 我剛剛隨便打就是打了 兩三千萬 雖然我那邊是好幾倍增傷下去了 那大家如果還有其他的 適合的搭配組合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我覺得目前這樣組應該還OK了 還算夠用了 剩下的成員更換呢 就是看關卡來做選擇了 那這一隊呢 毫無疑問就是目前水隊 傷害最高的一個隊伍了 雖然基礎倍率看起來只有16倍 但是還要加上束環針的追打 然後還有心珠兼具的這個效果 那實際打起的傷害呢 會比看起來還多很多喔 好的 那這是我們這一次束環針的隊伍介紹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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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